花痕、水印、穿屎控 甚至一些石仔彈花的問題 今天我們會分享SHP兩個獨特優勢 可以即時有效減低80% 在車質上所遇到的問題 大家好我是CarsumFing Vincent 我們除了提供一些高端的車質保護方案之外 我們亦都是FINET Hong Kong一級認可的施工店 我可以保證我們在香港市場 唯一對FINET product 無論是產品的特性、施工的技巧 我們都是非常熟悉的 讓我問問大家 有時在車漆上面會見到花痕、水印、穿屎控 甚至一些石仔彈花的問題 是不是真的頭都痛了? 甚至久了洗車都真的洗不掉 今天我們會分享SHP兩個獨特優勢 可以即時有效減低80% 在車質上所遇到的問題 開始之前讓我簡單講一下 花痕、水印或石仔淡化 究竟怎樣形成 花痕其實大家都很簡單 有時洗車、抹車的時候 可能用力太大力產生出來 而水印本身是一些水點 而你沒有抹乾淨 自己乾乾淨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些水痕 而花痕和水印其實都是大同小異的東西 因為它除了時間久了 冷縮熱漲 它們很容易被我們在車漆表面上看到 而一般的coating 或者沒有做任何的 protection 其實都不可以逆轉這個問題 至於一粒粒的石仔痕都不需要我多講 因為很多時候車行得highway多 很容易被石仔帶過來整花了 究竟SHP這兩個獨特優勢怎樣幫到大家 第一超流體Superflu 超流體其實是一些智能記憶聚合粒子組成出來 而它們預熱的時候 它們可以做到修復的效果 同時它們做到自流平整 令到車漆可以恢復平滑光澤鏡面的效果 正正因為這樣 其實花痕水痕其實一樣可以修復 當然你們一定要配合一些行常的護理 在我們實測當中 做完SHP的車主 只要你一星期至兩星期洗一次車 絕對有很大的幫助 第二就是bonding chemistry bonding chemistry擁有最先進的化學科技 而它們的納米粒子可以完全滲透 在車漆每一個細毛孔裡面緊構著 而它們的最後粒子之間 可以組成一個強勁的保護層 而這個保護層比傳統的導膜厚15倍 這個保護層絕對可以大大減低一些石仔蛋花的問題 這個時候我們給大家一些實測 給大家看看究竟效果又會是怎樣 去到實測的環節 很開心我們邀請了其中一位車主 因為我們邀請了這部車做了一個展示 其實你這部車做了甚麼呢 其實這部車做了FINELAP的HU Plus 做了多久呢 其實這部車我新車落地之後 沒多久就找了你們做 其實到現在差不多九個月了 因為我們今天最主要就是想測試一下 究竟那個石仔蛋花和水影的問題 其實它保護到多少 不如你說一下吧 其實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是駕駛東朗多 其實水影這件事我之前都 我之前那部車都關心這件事 因為都會有很多水影 但是現在做了九個月這個HU Plus 我平時一至兩個星期洗車 就是聽你說 真的好聽話 對 因為我拍露天的 但是我洗車的時候 都不是很見有水影這件事 對 但是你說如果碎石狠那些 不可以說沒有了 對 但是其實真的不多 因為你知道東朗 其實偶爾都有一些石頭撞來 那 我見到的五、六顆左右 嗯 非常好 最重要是做一些恆常會理 其實都能保持到 那這部車 它真的不是擺的 它是 上年六月買 其實都走了一萬八公里了 所以其實你看到 那個狀況其實都保持得不錯 那要保持住 如果將來回來三個月後 可能四個月後 再回來做一些維護 好嗎 好的 謝謝你 以上的分享 希望幫到大家 除了SHB 這兩個獨特的優勢 可以有效減低 在車室上面所遇到的問題之外 當然都有一些專業的技術去配合 如果你想在這一方面的資訊 了解多些 記得看回我們上一條影片 如果有興趣做SHB的朋友 記得WhatsApp我們做一個預約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